男人不再年轻的八个表现,占四条,表明你开始变老了 男人变老了的八大表现,说明你已经不年轻了,开始变老的趋势 男人年少轻狂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一旦年龄大了,尤其是结婚后 就慢慢感觉自己很多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 看看下面你们占了几条,四条以上,那你已经不年轻了 一,不抽烟,不喝酒 以前都是抽烟喝酒,结婚后开始戒烟戒酒 以前整天喝的乱醉,现在知道对自己身体不好,不去做了 不用老婆去说,都自觉的戒烟戒酒 二,不再熬夜 以前都会熬夜,甚至熬通宵,第二天依然有精神 现在都不敢熬夜了,即便不熬夜,第二天精神也不好 熬一次夜都要好几天才能休息过来 三,很怕冷 以前为了青春美,冻死不后悔 为了好看,穿的衣服很少,主要追求时尚美观 现在不用老婆说,都会主动穿上秋衣秋裤 主动以暖和为主,即便不好看也要穿着,不管别人眼光 四,注重保养自己的头发 年轻的时候又烫又染,为了好看,头发折腾好多次 随便洗一洗就好了 现在很注意自己的头发,注重保养,几乎不烫不染 害怕头发掉的厉害,很关注自己每天掉多少头发 五,开始注重养生 以前都是大鱼大肉,吃一些垃圾食品 狼吞虎咽吃饭,生冷饮料毫不忌讳 现在很注意养生,蔬菜水果吃得最多 而且注重运动,利于消化 六,爱情追求平淡的生活 以前年轻的时候对爱情的追求热情很高 遇到喜欢的人都会主动去表白,去追求,敢爱敢恨 把感情看得很重 现在即便遇到喜欢的人都没有勇气表白 因为心已经老了,激情也减弱了 只想要平淡的生活 七,夫妻生活很无聊 年轻的时候对夫妻生活很渴望 每次都会很精神 现在都是心有余而立不住 八,变得矫情 以前生病从来不会吃药打针 扛过去就好了 年轻气盛身体恢复得快 现在可不一样 普通小感冒都要吃药 一点受不了苦 小感冒都要好几天才能恢复身体 变得矫情起来 把身体健康放在首位